出了正月 赵伟又回衙门里办差去了 礼部拟了广平王世子婚礼的章程 送到广平王府去 偏偏王爷带着世子去了温泉庄子上避寒 还不曾回城 王府总管往温泉庄子上递了信 世子就回信说 叫把章程拿去给建南侯看 礼部只得将文书又送到建南侯府来 赵伟不得空 赵秀只得代劳了 虽有张氏从旁参赞 但自个决定自个婚礼章程的规格千金 他还真是本朝头一位呢 张氏却还念叨着 要赶在孙女下定礼前 先把孙子的婚事章程给议定下来 他特地请了不止一位得道高僧 为孙子和米营之和八字 都说是大吉大利的上等婚 喜得他孝珠颜开 历史就命人准备小定礼 看好了吉日 往米家小院那边送过去了 建南侯府送来了小定礼 定然也是丰厚的 虽比不得大定礼 却也有十六胎 什么果饼酒茶一应俱全 尽饮首饰各色衣料 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款 热热闹闹的抬到米家去 左邻右舍都来道合 远亲尽友纷纷上门 过完小定礼 就得一定婚期了 米家这边想要尽量推迟些 张氏那边想要尽量提前办好 两家虽然相处融洽 但还是免不了有所冲突 赵薇想了想就劝张氏 祖母 他们家也是为难 过得两日 岳父就得回杭州去了 年底才能认满回京 下一任官 还不知要去哪里坐呢 应知是他长女 养了这么大 如猪如宝 总要让他看着女儿出嫁才好 况且那边虽有舅母帮衬 到底是阁房的女眷 名不正言不顺的 平日里招待几个 不慎亲近的人家女眷 也就罢了 底生女儿出嫁的大事 总不能还叫轴力操持 岳母想来 也盼着能亲手去办吧 等到她分娩 做完了月子 明儿春天再办喜事 也是一样的 张氏便说道 你到祖母 为什么急着把你媳妇娶来家 你妹妹明年出嫁 总不能真叫她 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筹备自个儿的婚事吧 你又不得闲 祖母年纪大了 家里有谁来出面管事才好 你媳妇早一日进门 就能早一日将这些事担起来 说出去也体面 若你明春才娶亲 今年这许多事 难不成真要你妹妹去办 到得明年你媳妇过门了 离你妹妹出嫁 也就是三两月的功夫 万一她学不完怎么办 你别以为 她在家里帮着她母亲管家 就是个能为的了 咱们堂堂侯府 规矩跟他们书香人家不一样 别的不说 心中亲友 总要领着她去见 宫里太后那儿 是定要请安的 老家的田地产业 京中各处装田 难道不用叫她都熟悉一遍 你妹妹管了这几年的家 会的东西多了 可不是旁人随便说学 就能学得起来的 赵伟听得一呆 还不知道家里的事 有这么许多的讲究 连忙去看赵秀 赵秀闷嘴笑的 这个也无妨 要是哥哥放心 大不了咱们线下 就把家里的产业 提前透露给嫂嫂知道 让她早些熟悉起来 张氏断然否决这个提议 不成 她还未过门 就算不得咱们家的人 怎能将咱们的家底告诉她 赵秀一审 那也没问题啊 如果她真的来不及学会 哥哥就亲自教她嘛 在那之前 我先教给哥哥好了 赵伟听得一呆 他平日里有公务在身 若是还要花功夫 去熟悉家中术物 哪里挤得出时间 张氏又再次地否决了 你哥哥哪里受得了啊 他光是忙公务 就够劳累的了 赵秀眨眨眼 凑到张氏的面前 嗯 要不 祖母就勉为其难 帮孙子孙媳妇一把吧 你年轻时 也是管家的一把好手呀 是不是 啊 张氏愣住了 张氏在老郡公在世时 是建南侯府的主母 虽然小掌房牛氏与蒋氏 也曾插手家务 但大部分事务 还是要靠张氏来管着的 虽说他管家 也说不上十分的出色 但也称得上是中规中矩 并没有什么大毛病 最大的疲漏 大概就是没有发现赵炯夫妻 中宝私囊 贪了宫中的银子 去资助银王这件事了 老郡公横死 事实上 也是由此事引起的 自从赵秀日渐长大 张氏与赵伟 听闻广平王中毒 而去了京城之后 赵秀便开始接受 家中数物 年复一年 手中全柄日重 到得最近这几年 家中中亏就几乎都是赵秀执掌 张氏虽说还挂着竹母的名头 但也就是陪着孙女 听听管事报仗 时不时从旁指点一番 遇上赵秀从来没办过的事 没听说过的人 他在旁充当一个顾问 把背景情况和相关章程说一说 后面的事就不必他多操心了 赵秀自会料理妥当 因此张氏这些年 名义上说是参与了管家 其实悠闲得很 顶多就是动动嘴皮子 看看账策 出几个不一定被采用的主意 然后在孙子孙女们需要的时候 出面做个招牌 说到家中具体的数物 他已久不接触了 可如今若要把钟窥重新接回去 帮着孙子孙女筹备婚礼 在孙媳妇进门后 充当教导之责 这千头万绪的 就令他有些抓瞎了 孙女的婚礼还好 嫁的是宗室亲王世子 自有宗人府与礼部操办一应事务 建南侯府照办就好 就连嫁妆 那都是有定力的 张氏只需要为孙女添私房就可以了 也许琐事不少 可有个框架在 宗人府都是扮熟了的 不怕会出什么差错 可孙子成亲却有些麻烦 张氏本来是想照着当年儿子 娶媳妇时的规格来办的 问题是当年赵捉 不过是建南侯之子 如今的赵伟却是正经的建南侯 婚礼的规格自然不可能等通 京中也有不少侯门子弟取亲的先例在 打听一下 做个参考也行 但有侯爵在身的人 年纪都不小了 去原配正妻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就算是可以打听得他们当时的做法 也早就过了气 照办不是不行 就是容易叫人笑话 张氏只有赵伟一个孙子 他的婚事自然许得办得尽善尽美 家里又不缺银子 只要不是过于迷费 张氏舍得花钱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 原本这些事都是赵秀帮着拿主意 拿去年一位公府嫡长子取原配的婚礼 以及另一家侯爷续贤的婚礼作为参考 把自家哥哥的婚礼规模定在两指之间 略做修改 再叫赵伟出面 找了尚穷请教 把礼仪给打听清楚了 确保万无一失 张氏原还闲照秀这法子太过轻忽 那公府子弟虽是敌长 又是初婚 却还未被册封为世子 娶妻的婚礼自然比不得公府 世子的婚礼隆重 赵伟既是侯爷 婚礼又怎能比一个寻常公府子弟寒酸呢 那侯爷续贤的婚礼就更没有参考价值了 续贤而已 还是第四任天房 能跟侯爷取原配正妻相比吗 就连用的务实都是不同的 张氏将孙女的提议打回 赵秀还未想出新主意呢 如今前者就要接手中亏 没法再让孙女代劳了 张氏一想 就觉得压力山大 幸亏他觉得为难的 也就是这一桩婚礼而已 建南侯府早被赵秀管得井井有条 世事都有规矩可依 男女仆妇也都顺服 并没有什么大毛病 那些寻常高门大户里常见的 吃酒赌钱 争闲斗气等事 在建南侯府并不多见 主要是赵秀管的言 规矩又早就定死了 谁立功谁受赏 谁犯事谁受罚 多少年的老资历都不管用 就算有亲戚儿女在三位主人身边 时候也没法帮着说情 因为一开口 说不定就连自家都要倒霉了 若是老老实实认罚 反倒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从前有人不信邪 见张氏心软好说话 又是长辈 便想着烦 求到张氏的面前 张氏初时也曾帮着说过情 让赵秀遇下别太严苛了 尤其是对那些激年的老仆 不是受赵重回侯府的那些 而是从奉献老家就开始服侍他们的人 这些人可以算是跟赵家祖孙供过患难的 这么多年不容易 多少给些脸面 若只是犯些小错 就饶了他们吧 若是犯了大错 略作责罚也就是了 没必要碾人 还要连家眷一起碾 赵秀一概不听 还说道 老资历的仆从得的赏都比旁人多些 在人前也更体面 平日说话更得人信服 就连给他们安排的差事都比旁人的好 既如此 他们就该做得更好 给别人做个表率才对 方对得起我们祖孙三人的重用 可有人一老卖老的 不干好事 挖起主人家的墙角来了 我为什么要扰了他 难道我信任他 重用他 就是为了叫他来坏我规矩的 张氏不至于为个仆从 跟孙女争吵 笑一笑就作罢了 既然赵秀连张氏的账都不买 下人自然不敢再奢望有人能求情 只能认罚 从此之后 家下人等便老实了许多 张氏从前还嫌孙女严厉 如今真正重新上手管家了 才发觉其中的好处 赵秀列下了条条框框 手下的人只要不是傻子 无论是精明还是平庸 照着规矩做 就出不了大差错 当然 精明能干的人会做得更好 主人家也是能看出来的 照这个做法 张氏管家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 底下还有几个颇为能干的管事在 他就更省力了 这回张氏心里终于信服了 孙女的管家本事 心道 秀姐这孩子从小就喜欢自作主张 没想到这自作主张 也有自作主张的好处呢 他这法子最严苛些 用起来倒便宜 事事皆有章程 就算是孙媳妇进门了 无人教他 照着办也不会出错 想到这里 张氏不由地欣慰地看了孙女一眼 觉得赵秀总算是历练出来了 也不枉他这多年的用心教导 赵秀正低头看历书呢 若真要把哥哥的婚礼 推迟到明年春天再办 那能挑的吉日可不多 看着看着 他察觉有意 抬起头来 见祖母张氏微笑着看着他 只觉得有些莫名 便还了个笑回去 赵秀的管家办法好 早已跟家下人等磨合好了 张氏也就懒得更改了 只管销规草随 然而 就算规矩一样 管家的人不一样 效果也是会有所不同的 赵秀执掌中亏是 底下人都要绷紧了神经 务求不出差错 事事都要谨慎小心 但与此同时 他们心里也清楚 只要把分内的事做好了 该得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 也不愁 没门怒往上爬 换了张氏来执掌 他是出了名的心软好脾气 底下人偶尔犯了点小错 他觉得没什么要紧的 顺口就饶了 旁人见了便知道 这位老夫人好说话得很 又见大姑娘赵秀为了备嫁 对一些琐事不怎么理会了 就渐渐松懈起来 又有人发现 若自己说话讨喜极力 哄得张氏欢心 他顺手就会赏些好东西 安排差事时 也爱用自己看得顺眼的人 众人便心思松动起来 大家想着 大姑娘明年就要出嫁了 日后不会再管侯府的家 新奶奶还未进门 虽不知是个什么脾性 但新嫁娘管家 总要免天上两年 眼下可不就是他们最逍遥的时候了吗 这时候不求上位 什么时候求上位 这些人有一大半是从前旧仆 新来的人也多在高门大户里头混过 本就擅长八戒讨好 没了赵秀弹压 众人竟有几分固态富蒙的去世了 张氏又不是真傻 身边也还有几个忠心壁仆 赵秀那儿更是时刻留意着提醒他呢 他很快就醒悟过来 心中暗灰 很是斥责了几个想挑事的 只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医 他深知自己有个容易心软的毛病 却又狠不下心来改了 眼下孙女还在家倒也罢了 等到孙女出嫁 她真能应付得来吗 他只得私下对孙子说 还是早些把你媳妇娶进门吧 有些事我没法教她 还得叫你妹妹来做呢 不是我做祖母的爱偷懒 我就怕我的性子容易坏事 把你媳妇也给叫坏了 赵薇想了想 便拿起礼布送来的章程说道 米家那边 日子实在没法提前太多 总不能叫岳母挺着肚子 操办女儿婚礼 也得留够让她坐月子的时间 今年那也是来不及了 明年春最合适 可以定在二月 我与表妹都是二月过生日 过了生日便嫁娶 春光也正好 倒是妹妹的婚礼日期 可以往后推些日子 礼布选了几个吉日 六七月里有 八九月也有 不知定在八月如何 过了中秋 再让妹妹嫁过去 咱们一家人也好团团圆圆的 过中秋节 这么一来 两庄婚礼之间便隔了半年的时间 怎么也够米盈之向赵秀讨教管家之法了 也足够让米盈之参与准备赵秀的嫁妆 为张氏分忧 张氏想得明白 当即大为赞同 祖孙俩细细商议一番 便给米省之与米夫人送了信 米省之夫妇见赵家定的婚期 在明年二月下旬 十分照顾亲家方便 心里也很感动 立刻答应了 米省之还想着 等年夏任满回京 新官职怎么也得拖上些时日 等女儿出嫁回了门 才好领差事离京 米家既然答应了 张氏与赵魏这边 便就此定下了婚期 接着又将礼部的张成还了回去 言明他们选定了明年八月二十二为即日 礼部的人早前得了广平王世子高真的话 说要先看建南侯府的意愿 便把侯府的意思转达给王府的人知道 王府总管立刻派人往温泉庄子上去送信 高真接了信二话不说 当日就快马赶回京城 连广平王府都顾不上回 他直接就上了建南侯府的门 找到赵魏问道 这婚期也盯得太晚了吧 不是说好了 等明年六月就办 我与妹妹的婚事吗 赵魏看着来势汹汹的高真 一脸的镇静 漫条丝里的放下了手中的长腕 淡淡地说道 婚期有什么问题吗 我又几时跟你说好了 是明年六月嫁妹 明明当时说的是 婚期需得在明年六月 我妹妹急急之后 如此说来 定在八月里已经算是快的了 若不是担心冬天太冷 冻着我妹妹 我还想把婚期定在十月里呢 高真咬了咬牙 挤出了一个笑来 唯哥 你我也算是总爵之教 自有相熟 这么多年下来 总比旁人亲近些 那些虚话 我也不必跟你提 这婚事我早就盼着了 你也是要娶亲的人 难道就不明白我的心